導致幾分鐘過後 賴小姐她媽媽的70萬退休金 就被提理一空 而現在呢 台銀之後就表示說 其實他們依照正常的程序處理 然後說了姑白就掛掉 但是呢 賴小姐非常的生氣 說台銀沒有比照辦理來凍結帳戶 而且還嫌她當時的口氣 聽起來不夠緊急 一分鐘耶 退休金就沒有了耶 純粹就只是因為 沒有標準作業程序 賴小姐身內俱下控訴台灣銀行太人險 因為她的媽媽在幾分鐘之內 70萬元的老本被提理一空 本來可以及時阻止了銀行人員 卻沒能幫忙留住媽媽辛苦賺來的退休金 你們主都沒有問說 那你有沒有媽媽的資料 我們先幫你做掛施 然後我們趕快再利用這個掛施的空檔 我們趕快聯絡分行或是什麼 你們沒有任何一點積極性的做法 賴小姐痛批台銀 台小姐所住在台中的母親 接到詐騙集團的電話時 她就緊急的向母親存款的郵局與台灣銀行聯繫 希望能凍結媽媽的帳戶 只是郵局全力配合 沒想到台銀總行卻不願幫忙 但台銀也出面反駁說 賴小姐當時的態度聽起來並沒有很緊急 我可以先幫你把媽媽的承責掛施 可是她問她她是本人 是可以去解除的 賴小姐她就回說OK 那好我知道了 謝謝你以後 然後就送婚戶道 拜拜 然後就掛斷電話 所以不覺得有意中 台銀只表達遺憾 讓賴小姐很生氣 只是警管會也坦承 台銀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反詐騙危機處理 應變能力不夠 有待改進 客服人員沒有主動的來提問說 是不是要提供身份證 她母親的身份證字號出來啊 是不是能夠 如果說有提供身份證字號的話 台銀就能夠主動針對 這個身份證字號去查詢 盡管會和台銀都說 以後要針對第一線工作人員 加強危機處理訓練 只是政府一再宣導的 反詐騙政策失靈 連負責處理的相關單位 也推託說不清 看來民眾只能自求多福了 年代新聞 秋偉雄 台北採訪報導 好還要來看